广志哥真帅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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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观众还好帅 来了一个盲人 因为在比赛嘛 压力就特别的大 然后前两天回了一趟家 回家之后遇到了一个特别魔幻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节目 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节目嘛 但没想到我奶奶八十多了 没有上过学 天天看我们节目 就我直接回家跟我说 我现在天天看你们的节目 我觉得你们讲的那些段子呀 都特别的有文化 我说奶奶 您骂人还挺脏的 确实没少看 我奶奶看完节目之后 她就知道我是做什么工作了嘛 但我现在每次回家 不变的是她还是会催我赶紧谈恋爱结婚 有时候会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跟我奶奶说 我说奶奶 我现在是一个爱豆 爱豆不能谈恋爱 我奶奶说 你别骗我 他们谈的恋爱还少吗 我奶奶真的看我们节目 最魔幻的是 她竟然还是杨丽的粉丝 一个山东老太太喜欢杨丽的段子 我当时就特别的震惊 我就想 我奶奶该不会是要上桌吃饭了吧 哇 这点节目我觉得还是很好 开玩笑 开玩笑 首先这些漏洗澡就没有了 其次就是我奶奶说完她喜欢杨丽之后 接着又问了我一句 杨丽今年多大呀 我说啊 我说那个比我大四岁 我奶奶说啊 大四岁 啊 大一点好 大一点会疼人 就别人都是喜欢杨丽会骂人 我奶奶喜欢杨丽会疼人 就确实杨丽骂人可疼了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恋爱嘛 我没有谈过恋爱 我分析原因是这样 有两个 第一就是我发现 我只喜欢不喜欢我的人 但最近不喜欢我的人太多了 我有点喜欢不过来了 都快成海王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很容易遭到一些打击变的不自信 就你们看我今天这个打扮也看得出来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我最近在走这个时尚路线 真的 我为了提升自己的形象 真的去买了一些潮牌 然后去的时候 为了让我自己看上去 是经常消费这种品牌的样子 还故意专门穿了一件那个品牌的衣服 然后再去逛那个品牌的店 结果进去之后 直接就被当成了店员 最让我生气的是 我被当成店员那时候 裤子和鞋还印着其他品牌的logo 就你们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就给人感觉是 这个人就是喜欢混搭 我穿两个品牌的衣服 就给人感觉是 这个人他打两份工 我很难通过买衣服获得自信 我这个人太不擅长买衣服了 我经常买衣服的时候 就是在店里面试着是合适的 觉得这也太好看了 一阳千玺 回到家赛照镜子一看 张博洋 时间长了就导致我 现在每次打开衣柜之后 都会发出一种感慨 就是怎么这世界上 丑的衣服都让我一个人给买了 你们也买一点 又被踩上了 后来 后来我明白 为什么其他人都不买了 因为我发现 他们都下载了小红书APP 来小红书APP 不仅有时尚 还有男生喜欢的游戏 运动幽默 各种生活方式 不得不说这种 既时尚又幽默的APP 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我现在特别爱看恋爱综艺 那种感觉 就跟上学的时候是一样的 就班里有人送个情书 你也要跟着去 就自己谈不上恋爱 就爱跟着掺和 我从小就特别爱掺和这事 如果有人要去隔壁班 送个情书的话 我就站出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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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去 我跑得快 十分钟能送三趟 我跟着你去 我帮你看着他们班主任 那时候老师经常说 爱是克制 不是放肆 但是当时的我来讲 爱是放风 如果说爱情是一场游戏的话 我就是里面的NPC 我也是特别渴望爱情的 我觉得甜甜的恋爱 可以抵御生活中所有的苦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在 比赛期间去谈一场恋爱 因为我打算在情场跟赛场之间 做一个风险对冲 就如果恋爱成功的话 比赛即使被淘汰 我也不难过 如果恋爱失败了 那么恋爱的苦 就会盖过淘汰的苦 而以我这个长相 你们也看得出来 我又特别擅长吃爱情的苦 对我来讲 擅长吃的苦都不叫苦 那是我生活的舒适区 谢谢你们 谢谢 野蛮真 野蛮真 对吧 我还是相信我的广志哥哥 谢谢广志的表演 喜欢广志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3 2 1 请索票 我先不采访林校园了 我先采访一下杨丽吧 这个这位会疼人 会骂人会疼人的朋友 我没骂过你吧 请等等 请等等 我俩人不好意思了 什么意思 没有 没有 杨丽这么能吃苦吗 我也有很多苦 可以给你吃 没有 你带你这是什么公司 效果文化是个争婚 这个是一个婚介的公司 对不对 我的天哪 恋爱族裔 恋爱族裔嘛 恋爱族裔 我们就是一个恋爱族裔 广志你到底理想型的女神 是什么样的 就你有那种心目中 哇 这个女孩 简直太好看了 这就是太棒 我没有固定的标准 就是看感觉 看感觉 姐姐 妹妹咋说的 哎呀 刚刚静姐又笑出了 一个新的境界 已经说啊 是挺好笑的 是挺好笑的 你为什么那么好笑呢 你刚出来我都想笑 为什么呢 天赋 天赋 这天赋 当年接生的护士也是这么说 这孩子长的 她刚才她出来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 你回头去回放 她想拎了一块板端 你认为她俩太好了 我确实有杀气 广志可能认为这样时尚吧 你觉得她就穿搭时尚吗 我觉得吧 她其实人是时尚的 但是她就有一个地方不太时尚 她就像六十态的发型 她的衣服是时尚的 我全身只有发型是我自己的 衣服都是别人的 其实广志跟好多国际男模长的那个脸差不多 因为就是 小眼睛 对 就是明宫跟明模其实差的这个风险 就是我喜欢那种啃士你知道吗 就是小眼睛 我觉得她好可爱 她第一个 很可爱 她刚刚的样子 是好周杰伦的那个 周一还是被看出来 广志有眼光 有眼光 一刻撞到她的枪口上 她已经自称周杰伦有二十多年了 周杰伦一直在等她红了好告她 你觉得她这个时尚的感觉怎么样 时尚的感觉没有 她刚刚说的那一句 我觉得甜甜的恋爱是可以抵御很多的苦 我觉得那句话挺浪漫 然后我就觉得她按理很会恋爱的应该是 因为你会找到恋爱的甜可以抵御所有的苦 所以是还有fantasy 就是一个很梦幻的那个少年的那种心态 你现在跟我们交给底吧 你到底吃没吃过爱情的苦 没有说话 真的就这段子都是来源于生活嘛 你没谈过恋爱吗 没有谈过恋爱 真的没有谈过 陈大雅你几岁了 我96年今天25吧 25 25啊 我说15都没有谈过恋爱 为什么 都说了嘛 我只喜欢不喜欢我的人 那你怎么知道那个人不喜欢你了 肯定是表白了嘛 肯定是 我喜欢挑战生活 广志大概的意思是说 他差不多在这个阶段 他觉得这个女生可能要喜欢她了 他就要换下一个不喜欢她的女生 去追求的 你知道吗 我以为他是那么的纯真的那种感觉啊 他们现在觉得你是渣男 你开始 对 你还没有谈过恋爱已经成为渣男 你看看这个图 哪是讲理去 好 对 不 舒服 太好了 卡 它的 相大家